黑衣男抱走飆出口 动手推了另外两名男子 三人扭打成一团 这时白衣男却突然拔腿狂奔 丢下朋友逃离现场 双方继续扭打 而现场可以看到一台摩托车倒在地上 疑似发生行车纠纷 事外台中市大理 影片在网路疯传 但经过查证 发现近视自导自演 有听到一些大声他们在讲话 可是也不像在吵架 朋友之间那种玩笑 拍摄影片的原来也是同伙 时间往回推 监视器拍下同一批人马 事发前一小时 三人在现场还有说有笑 讨论拍摄剧本 接着开始演练 预言的两次 从冲撞到鲁人殴打 全都是安排好的桥段 就是为了赚取影片流量 连我家狗狗都是有被吓到 他们是直接在堵在那个停车场路口那边 其实也会妨碍到停车场的车子的出入 警方将于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会经许可在道路演细 拍摄电影或其他类似行为 处行为人新台币 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罚款 涉嫌公开散播假行车纠纷影片 影响公共安宁 警方表示已经违反设違法 可处三日以下拘留或3万元以下罚款 一时好玩却造成附近邻居困扰 下场被移送罚办 三地新闻继续报道